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为期一个月的台北世界设计大展 在这个假日也就是礼拜天就要落幕 我在此要呼吁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你对于设计展有兴趣的 一定要赶快利用这个机会 把握去看看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一些设计的发明家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成果 尤其台湾不只有我们顶尖高尖的这些设计大师参与 还有26所学校的学生 也把他们最优秀的设计品拿出来一起展览 这是台湾筹备了五年 我们才得到的第一次以地主国来主办 非常的难得 其实为什么我们能争取到这样的机会 就是因为近几年来 台湾所有到世界各国去参展的这些发明家 这些设计者 每一个都是报个大奖回来 而在世界扬美吐气的过程 我们发现他们95%以上都是来自技职学校 而这些呢都是自掏腰包 自己花钱买机票 包括时速都要自行负担 虽然教育部现在对于学生有一些性的补助 但对他们来讲还是不够 而这些人每天苦读 自己埋头苦设计 到最后能够发光发热扬美吐气 为台湾带来了一个光彩 我们都晓得他们背后的辛苦 背后的心酸 我们看到谷佑文 也看到吴宝春 在世界发光的时候 他们都讲一句话 我爱台湾 以台湾为荣 那这样我们回头来看看 五年五百亿的这些学校 你们号称是顶尖学校 但却看到是 有人在上课啃鸡腿 也有人打瞌睡 虽然是少数 不过回头来看看这些技职的学生 他们书不一定读得最顶尖 但是发明设计却是一流 所以政府应该要多鼓励 林白礼他在世界设计大展的论坛里面 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恨死台大的电机系 又说了因为不爱读书 所以才成功 其实不爱读书才可以成功 我并不认同 我认为如果爱读书 又能够尽心去做他自己专业的事业 成功一定更快 那也会让很多 虽然书不是读得最好 但是他在纪念方面有所发挥的孩子 让他知道 今天你只要用心 你只要专心 你只要能够选对属于自己的行业 你仍然有光明的前途 所以教育单位也好 政府也好 必须要多鼓励这些技职学校 让他们在世界发明展中 能再度发光发热